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造月亮照亮黑夜日期2020年发射 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 人造月亮的构想最早源于一位法国艺术家的想法 在地球上空画一圈镜子做成了项链 让他们一年四季 把阳光反射 到巴黎的大街小巷 俄罗斯也曾在1999年实施了代号的旗帜 梅米尔的一系列计划 试图用特制的镜 从太空般设阳光照耀地面 为何要将这一项目重提 相较之前 如今打造人造月亮的时机是否成熟 即树上能否实现 如今的月亮亮度 不足以满足今晚的照明 人造月亮设计产生的亮度将实现如今月亮亮度的八倍 有了人造月亮 街道可以不需要安装路灯 人造月亮可以控制照明范围 照明直径未来可以控制在10公里到期80公里 指定的照明精度范围可以控制在几十米之内 武春风认为 虽然人造月亮的项目在多年前就有潮湿 但并未取得推广应用 而相较20年前 如今的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技术上已经成熟 实际上 人造月亮不生产阳光 只是阳光的搬运工 有人担忧认为从太空反射阳光到地面会影响地上生物作息 天文观测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学所所长 教授堪威宁认为 人造月亮相当于黄昏的亮度 不足以颠爆生物作息 燕花凉乱现场展出六十余项创新创业成果 活动现场 展出了旁天手工微电磁研究院 中豪联创天赋创新中心 电子科大天赋协同创新中心等 来自新区的三十余家企业的六十余项创新创业成果 其中 包括由国家千人计划牵头研发的人蛋化加工绿芯片 主要应用于各型雷达的T2组件 实现功率放大 另外国内外博士组成的核心技术团队引发的便携式无介质全息投影设备 其基于无介质空中成像的平台基础上 焦成像 焦虎 声音等元素集成在一台设备上 实现空中互动 四盘空间只能全景技术 能将军事目标和外高景系统中的大市场相面拼接 技术应用到普通拍摄场景 实现多个可见光相机的全景拼接 达到四盘全空间的无磁角覆盖 解决了传统摄像机 时空 无法同时兼顾的痛点 琳琅满目的前沿展品 吸引了包括全国56家双创示范基地代表在内的一百余人前来观展 封面新闻记者刘秋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